你會有過去幾天 但是學習很容易 但是堅持進去 我覺得大家要 當你問一問自己 和中國這種東西的話 那你就堅持不開心自己的話 那你就堅持進去 並不學習 但是在過程中 可能一定達到你的目的和目的 但是在過程中 起碼未來也得到 沒錯 堅持下去 永哥放棄 當然是大家參加的根據 不如我們問問Soul媽 Soul媽知道你又要上班賺錢 又要照顧兩位兒子 或者之後加入了庭訊隊 都要接送他 其實這個過程一點都不容易 究竟你是憑著什麼的精神 和怎樣鼓勵 或者堅持他的夢想呢 實際上我們那些人是很簡單的 因為Soul媽是我兒子 那我三個出來 我就要有一個責任心 去收拾他 養額他 不管在那個經歷 經歷了很多高高低的女子 但是 其實那盤牙關都離開了 都很感謝這麼多年 他所有對蘇牙圍的幫助 也很感謝深入大家 深入陣陣陣陣陣 多謝大家 真的很其實是大家個人喜歡這個超人大媽 是的 兩位說話給大家很多啟發 好 謝謝兩位今天特地抽空給我 介紹一次我的名字 我叫吳溫月 我是演蘇媽媽 你們是否剛才叫蘇媽媽 我演得住她 喜不喜歡 大家 喜不喜歡 是否第一次看 是 不是 正 正 看兩次 看三次 看三次 謝謝 你是否有問題問我 是 我想問這一套這麼有趣的故事 你當初為何想把這個故事拍成電影 和想播給大家 其實這部電影為何要拍成 她的故事就是因為我覺得很感人 很理智 蘇媽媽和蘇華偉 蘇華偉是思想結婚 她人生出世 但憑著蘇媽媽的愛和她的努力 一直打到上去變成世界冠軍 到現在都沒有破她的紀錄 我們現在最後這一場 所以 這個戲又很熱血 又很溫情 又很激勵人心 所以導演都很想拍大奈何 寫完劇本之後 因為這個題材對於我們香港市場 都是有些偏風的 就是誰想看一個殘像 然後蘇媽媽都曾經跟我說 她說 鬼有人看這些戲嗎 但是導演很努力去找資金 去遊說不同的人 我們差不多經歷了成年 劇本 拍 去年疫情 我們重重萬難經歷了之後 終於成為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想說給大家聽 其實我們8月12日已經上了 到現在我們應該上了40天 然後票房都不停 就是很好票房 就是很穩定 很多人都看了很多次 三次 四次 甚至乎我們借票借了 起碼過一百場 然後真的過一百場 我自己本人都去了 我這裏六七十七 大家很開心 有些公眾在六次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 如果真的大家喜歡 第一次看 我覺得是未來畫的 因為現在還有很多電影在做 非常希望大家再推介給別人看 因為拍這些電影的題材 真是很難很難拍到 尤其是小賓東 多謝各位 謝謝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的人心都會有起有變 那就是拿著這個精神 尤其是小朋友 為甚麼小明咬得白火傘呢 他們是很接近的練習 所以我們就是拿著這個精神 又拍了這部戲 蘇華偉的精神和馬虎的精神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 即是遇到群人都是不要,不咬住,咬住不餓 沒錯,謝謝君豫 翁Sir,我想邀請你的兒子跟我們田建隊集團 想甚麼都遷就他了 我想跑得快點 他跑第三跑,一滴我的白痴 放他衝最後,大家就有機會拿牌 剛剛跟你衝過15秒 喂,你走得比人慢嗎 但是跑得比人快 去自跑 放置終點去自跑 放置我起步慢 但這個就是為甚麼我要繼續去衝 繼續去張的原因 跟我的條命一樣 我就是要在後面追上來 現在起跑線不緊要 最緊要知道終點在哪 今次節目結束啦 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下次見,拜拜 拜拜 然後 punching 我還沒想到 老百姓 身體 我還沒想到 或是 你